当你很久不上线之后,迷你世界的boss都会干什么呢? 满血复活了,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,不出意外的话,今天又会有玩家来打我了吧。 虽然要挨打,不过看他们得到宝物高兴的样子,我也很开心。 赶紧回去收拾一下神庙,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个玩家。 奇怪,都过去这么久了,怎么还是没有人来找我呀? 想打败我也并不难呀,难道是我的宝物不够吸引人了? 或许是因为我住在云林太隐蔽了,玩家们不容易找到我,既然如此了,那我就自己去找玩家吧。 看到boss亲自出马,肯定会给玩家一个大大的惊喜。 就是这儿了,冲啊,我要拆了你的房子。 等等,这是什么?再见了,迷你。 拆了吧,反正他也不会再受限了。 小团圈,你就是小鱼儿家的宠物吧? 你家主人为什么不上线了? 我家主人不会再回来了,因为他已经退游了。 退游?是吗?连他也退游了。 那,那我今天就不打扰你了,再见。 你说神,最近怎么没见到玩家了呀? 小鱼儿他到底在忙什么? 是啊,最近都没有人来看我了。 我一个人在蒙眼心口孤独啊,只能够来虚空老大这里玩完了。 小鱼儿他,他已经退游了。 Oh no! 什么?小鱼儿退游了?不,不可能,你是骗我们的吧? 其实,我也是听小鱼儿家的宠物小团子说的。 唉,可能他真的退游了吧。 连他也退游了,要不我们再去问问吧。 要是小鱼儿真的退游了,小团子没了主人肯定很孤独吧。 小团子,小团子,小鱼儿真的退游了吗? 上次他还答应我要来打败我呢,怎么一句再见也不说就走了。 是啊,小团子,他真的不会再上线了吗? 我也不知道,可能他永远不会再上线了吧。 唉,我就说吧,没有人会永远热爱迷迷世界。 看来,我也是时候该离开迷迷世界了,先走一步。 真怀念以前跟小鱼儿打架的时光啊,既然小鱼儿已经退游了,那我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,再见了迷迷世界。 我也是时候说离别了,很高兴有你们这些朋友,有缘再相见吧。 黑龙,你怎么不走啊? 小团子,你不也一直在这里等你的主人吗? 我跟你一样,都是小鱼儿认识了最久的朋友。 我跟你一起等一等吧,说不定他还会再上线呢。 看来小鱼儿真的不会再上线了,那我也走了,继续等下去也没有意义。 小团子,你也跟我一起走吧。 谢谢你,黑龙,小鱼儿是我的主人,就算他退游了,我也要守护他曾经热爱的这个地方。 主人,看来我也不能继续守护你的家园了,很怀念曾经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呀,再见了。 我是小表妹,我回来了。 主人,我终于等到你回来了。 好,那个小团子,这样敢吐我口水,哪里跑? 就是…… 不是? 不雷尹 本集完 因为